鱼雷作品 我是鱼雷 我们继续来去说世家 现在的社会普罗大众和知识分子 把禅学庸俗化了 当成了感悟的小故事 或者机智的小对话 这些虽然让人无可奈何 但是对佛教本身的威胁还不大 但是更重要的是 既然禅学已经毫无规则 可以任意解读 那么禅学还有什么保留的必要呢 中国传统的学术有三大体系 分别是儒、佛、道 这三大体系原本是各讲各的 互不兼容 可是在中国的古人看来 佛道如三家的理论各有优点 舍弃哪一个都舍不得 要是能把三家的理论合一 那就太妙了 道安坚决反对格意 玄奘冒着生命危险求取真经 他们都希望能够保持佛教教义的纯洁性 不能让佛教被随意地理解或发挥 然而当禅宗认为不需要依赖佛经 任意行为都可以参禅以后 一切就都控制不住了 最简单的融合方式就是机械的笔赋 儒家讲仁义理智信 这叫五常 佛教有五条最基本的戒律 叫做五戒 内容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道教当中呢 也有五个 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五行 于是呢 就有人把这个五常 五戒 和五行 一一的比复了 比如说 佛教的不杀生 就等于儒家的人 你对别的生物有人爱之心 自然就不忍杀生了 人又属于五行当中的 哪一个哪一个等等 这样呢 把这个五戒 五常和五行 一一的给对上 以此来论证 佛道儒的根本道理 都是相通的 这样比复的话 当然是牵强的 比如五戒当中的 每一戒都可以属于理 一个遵守儒家礼教的人 是不可能去犯 五戒礼的那些错误的 你也可以说 五戒都属于智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明白了儒家和佛家的道理 怎么可能为了眼前的小利益 而去犯五戒那些大错呢 你都说得通 而且佛教有自己的世界观 认为组成世界的元素 是四大 分别是地 水 火风 这明显和五行讲的是 有差别的 光笔付还不够 禅宗以后的汉族僧人们 开始倡导学习儒家知识 西灵和尚说 僧人应该以禅教为本业 然欲通文艺 时忠孝大节 须先从儒入 意思是说 要想学禅 先得学儒 之前我们就说过 佛教缺乏那些 认字识字的入门教材 如果你想具备基础的文化 那你得先学儒家思想 所以西灵和尚这样讲 倒也没什么问题 孤山智元说 没有儒家就没有稳定的社会 没有稳定的社会 我们怎么能安心学佛呢 所以应该修身以儒 至心以士 以上这些是在讲儒学 是佛学的基础 相比之下 佛学还是更高一级的 但很快就有人说 儒家佛家道家 各有各的用处都好 就像雍正所说 以佛至心 以道至身 以儒至士 三教就像三个学科 互不矛盾 都应该学 憨山德卿说 为学有三要 儒道佛缺一则偏 憨山说三教都得学 缺一个都不行 话说到这儿 已经有点过分了 说三教各有优势的意思是 儒道佛可以并行不备 都能存在 学哪个是你的自由 但憨山德卿的意思却是 僧人必须学儒学道 不学都不行 儒道从选修课 变成了必修课了 其实佛教并不禁止信众 在学好佛教知识的前提下 去学习教外的知识 主要是为了开阔眼界 便于和教外思想辩论 但佛教也有把教外思想 看作是外道邪见的说法 学习也是为了批判用 不可能把它列为必修课 但这还不是最过分的 从唐宋以后 有大量的佛教高僧 认为佛家儒家其实是一家 他们说门墙虽易本相同 比如南宋的禅师大会宗稿说 菩提心则忠义心也 明义而体同 菩提心是佛教术语 大致的意思是成佛的愿望 觉悟的念头 那说菩提心就是忠义心 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想成佛就应该有一副 忠肝义胆吗 可是忠义和佛境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不是说手下人命无数的官二爷 最有佛性了吗 唐代的僧人道宣夸佛教说 为佛之为教也 劝臣以忠 劝子以孝 劝国以治 劝家以和 这些都是在用儒家的标准 来评价佛教了 我们知道 忠庸是儒家的经典 孤山智元 自号忠庸子 还说忠如为本 明朝的云七诸宏 这段话更有意思 他说三教则成一家矣 一家之中 宁无掌幼尊卑亲书耶 佛明空节以前最长也 而如道言其尽 佛者天中天 圣中圣 最尊 而如道未在凡 佛正一切众生 本来自己最亲也 而如道是乎外 是知理无二至 而深浅力然 深浅虽疏 而同归一理 之所以为三教一家也 非漫无分别之谓也 他说佛道如三教 应该是一家 但是一家里 怎么能没有掌幼尊卑呢 然后他把三教比较了一番 结论是佛教是长辈 最厉害 这些话是在夸佛教 但是你看看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宁无掌幼尊卑亲书耶 这句话还是在使用了儒家的理论 如果你熟悉金庸小说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 有一个叫做全真教的道教门派 里面有一个叫王崇洋的武功高手 有一个叫邱楚基的大侠 其实啊 全真教 王崇洋 邱楚基 在历史上都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全真教并不是纯粹的道教组织 创始人王崇洋要求教众 同时学习儒 道 佛 三家的经典 王崇洋推崇的是三教合一的理论 王崇洋有一句名言说 儒门 士户 道相通 三教从来 一祖风 他的徒弟邱楚基则说 儒士道 元三教祖 由来 千圣 古金铜 后来人们还在王崇洋的诗后面 接上这样一句 红花 白藕 清和叶 三教 原来 是一家 这些话经常被各种小说引用 《风神演义》里通天教主就说过这话 历史上的武当派也崇尚三教合一 创始人张三丰就认为 如道佛三家都同属一个道 在世界的其他宗教看来 异教 不同的宗教 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事物 西方世界为了消灭异教徒 过去打过很多战争 死了很多人 然而中国人对如道佛三家的区别 却是一片稀里糊涂 之前我们就讲过 描述会员 陶渊明 陆修靖的虎兮三校 这个就是中国绘画的热衷的题材 因为这个故事里暗示三教合一 符合中国文人的趣味 宋朝的武当会员 记录了南北朝时期僧人傅大士的形状 说傅大士穿着僧人的衣服 戴着道士的帽子 穿着俗人的鞋 这个打扮在一般人看来应该叫不伦不类 然而武当会员却把这个故事当成一段三教合一的美谈来赞赏了 明清以后道观里面立着观世音菩萨像 佛寺里立孔子像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不仅是老百姓 甚至很多道士僧人也分不清哪个神佛是本教的了 这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客气劲 不管是谁家的神仙 多败总比不败好 比如民国时期 北京地区的民间宗教礼门 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克己赋礼 崇拜的经文是道教的清净无为大道 口中念的真言是佛教的拿摩观世音菩萨 举行仪式的时候他们供奉老子 也供奉文书菩萨和观公 结果仪式中还有一个步骤 竟然是会众共同食用佛教道教都反对的肉食 白煮猪肉 不仅民间混乱 有很多知识分子也一样 明帝国皇帝朱建申画过一幅有趣的一团和气图 这幅画非常有意思 表面上画中有两个面对面的侧脸人像 但两个人像又共同拼成了一个正面人像 两个侧脸人像里一个人头上戴着方巾 是儒生的代表 另一个人头上挽着发迹 是道士的代表 有两个侧脸人像组成的正面人像是个光头 是佛家的代表 这幅图后来被改名为混元三教九流图 刻在了信奉禅宗的少林寺石碑上 如果你今天拜访松山少林寺 还能看到这幅混元三教九流图 而且呢 这个三教九流图目前也成为了少林寺 在某些方面的商标logo 少林寺欣赏这幅画 或许是因为佛教人物位于正中的缘故 然而图画名中的混元两个字 却是道家术语 同样在少林寺的这个院内 还绘制了十殿阎罗和二十四校的壁画 阎罗原本是印度婆罗门教神话中的人物 后来被佛教吸收 又随着佛教来到中国 被改造成了道教的十殿阎罗 这十位掌管地狱的神灵 全是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君王将相 结果这十位阎罗又和儒家代表二十四校 一起被画在了禅宗少林寺的墙壁上 福建省闽东地区的罗江顶头村更有意思 村子里既有佛庙也有天主教堂 可是村里建祠堂的时候 不论是佛教徒还是天主教徒 每个人都会掏钱 祠堂建好了以后 和尚和基督徒们共用一个祠堂 一个是烧香磕头 一个是鲜花祷告 各用各的规矩 一起祭祖 还是儒家是老大呀 这样看来佛教是被中国文化彻底吸收了吗 复杂的佛教义理最终变成了儒家的一种趣味性的补充了吗 难道佛教消失在了浩如烟海的孔梦典籍当中 只能跟在儒教后面一步一驱的尽忠尽孝了吗 我们当代看到的情况可能会更乱 普通的老百姓根本分不清 八字算命到底是道教的还是佛教的 到寺院他也抽签 他也算命 他也看八字 他不知道 看风水啊 八字啊 启明啊 这些都是道教的文化呀 还有我们东北 有一些什么大心啊 大神啊 这些民间的巫术 有人也把它跟佛教道教扯在一起 简直啊 是乱象丛生 人们根本搞不清 真正的宗教信仰的智慧和民间的巫术 迷信有什么区别了 那么佛教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禅宗又该怎样发展呢 佛教难道真的被中国文化彻底吸收了吗 并没有 一切还没有结束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雷作品 鱼雷作词